继去年日本前首相兼职人来台 四位日本国会议员以及一位调查委员 今天来台与台湾学政界 对日本辅导核灾后的反应与检讨进行交流 不过原本打算在后天参观核一场 却以外国人为由遭到拒绝 四位日本跨党派联合电智会国会议员 以及一位调查委员今天抵台 就日本辅导核灾后的反应与检讨进行交流 不过原本申请要参访核一场的干事储存槽 却遭到台电以外国人不能参访为由拒绝 去年日本前首相兼职人也曾前往核一场参观 台湾原発的会议员 拒绝了台湾原発的会议员 正是门前払拒非常不愉快 林核电智会会长 同时也是自民党内首位反核的众议员 河野太郎表示福岛核灾后 日本政府仍没有把真相告诉民众 究竟出事的原因是什么 议员们表示将会继续争取参访 将日本的前车之鉴带给台湾 林核电智会由64位日本参众议员跨党派组成 在福岛核灾发生后的隔年2012年成立 明天还将举办研讨会 就地震和核案问题与台湾学政界交换意见 新唐的电视高静伦宁与台湾台报道